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你们知道 我们几岁开始就为未来再铺路 再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吗 你们猜猜几岁开始 其实三岁我们就开始 再为未来铺路 再为我们的未来打算 因为三岁到五岁这段时间 我们就会被送去学习上学 对吗 那么这么小的我们 都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再打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个打算一进去 就不是三年五年那么短 而是十年二十年 所以呢 为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汇报 在我们幼儿时期呢 是三到六岁或者四到六岁的期间呢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上学 有学费吗 有 父母在给 那么有多学费跟少学费的 这个区别 但是还是一样 要去上学 当我们到了七岁的时候 需要读书小学吗 需要 就读 一读就六年级了 对吗 那么我们就花了接近 九到十年的时间 那么有些更严重 最近有听到 八个月就送去上学的啦 所以一出事就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对吗 那么我们接着18岁 在最青春最美丽的年华呢 我们要迈入大学的时期 这一个是很多人说在享受 因为呢 在辛苦的开始之前呢 给你好好的享受几年 你就会知道后面来的是什么了 OK 那么我们人啊 OK 这一辈子 20 40 60 80 因为马哈地可以活到90 对不对 那么就给我们的寿命可以到80 当我讲到这个 有些人会很紧张 包括我都很紧张 因为我应该是过了一半了 你到了哪里呢 那么你要知道 我本身有小孩 从小 我的另一半就一直跟我说 小孩小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其实到他们长大我才知道 原来牛奶粉是最便宜的 因为他们读书 很贵哦 真的很贵 因为我们都想让我们的下一代 有更加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会尽力的去做好它 所以呢 当他们大学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送出国 有些真的没有的办法送出国 就会在本地读大学 但是我没有那么幸运 因为家里也是有很多小孩 我是家里的大姐 所以我只是读到中学而已 OK 那么我也有把这一个图表找了出来 那么在马来西亚呢 要读大学 每一年我们都至少要有超过一个月 有差不多要包括生活费了 接近五到十千 所以有时候算起来蛮恐怖一下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讲生孩子 要想一下 所以当我每一次带我孩子出国旅行 我去到台湾 他们都会 这四个都是你孩子啊 是的 像我最近再带国外来 这四个都是你孩子啊 是的 他会问我怎么养 就这么养咯 也养得那么大了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当我们慢慢在长大的时候呢 这边的时间 我们是在读书 这边的时间呢 我们就是在工作 对吗 工作是为了生活 但是呢 我们的生活是每一天都在工作 做到我最近有跟一个伙伴谈起 他说很幸运的我没有小孩 我很努力跟我的另一半 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 工作到我零要退休的时候呢 我每一两天 我就要去中医 针灸 两天我要去西医 哪要 另外两天我要去运动 他想回 难道工作到要退休的时候 赚到的都是一生的病 值得吗 就这样 我们也不知不觉的 就慢慢地工作工作 到了六十岁 如果没有遇到爱多美 我可能到了六十岁 我才知道我来不及了 但是遇到了爱多美 六十岁才是要开始 所以我的妈妈就是在这一个时候呢 这一个年级她遇到了爱多美 那么她也是爱多美的 auto sales master 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相信 虽然仅有短短二十年 我妈妈应该可以在爱多美这一个事业里 有最灿烂的这一个养老的晚年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图表是在2015年 我们大马人的平均收入 看到吗 有最高的学问的人 大概是三千多块左右 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老板告诉我 他把他的女儿送去海外的国家读书 读了差不多三百多千 他的女儿回到马来西亚呢 找了一份工作 一进入工作我讲 哇 这样他的工钱应该会很高 他跟我说 嗯 不错三千五百一个月 因为他的孩子呢 有读master degree 所以他一路工作就有那么高 他的女儿就告诉他 爸爸我会赚钱来还你 供我的那些学费 他的爸爸算给他听 他说你要不吃 不喝 不花钱 要每个月慢慢还我 要还七年的时间 你才可以还到完这个学费 你觉得有可能七年不吃不喝吗 所以呢 他的父亲很鼓励他来经营爱多美 所以因为他看懂了这个事业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2017年的这个图表 显示着每一个行业的收入 我看到最高的就是做 那个金融还有保险 所以难怪蛮多朋友 都会跑去经营那个行业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找到属于你要的 或者你不要的 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说 我的工作不是我的兴趣 但是没有办法 还是要咬着牙根一直做下去 那么 我们做这下去的时候呢 在吃的那一方面 就已经吃掉了我们的所有的养老金 甚至我们晚年的那一些 给我们可以更舒服生活的费用 所以很多人 以前的我 因为我有做过传销赚过钱 也有做过家庭主妇 身手将军 两个身份 真的有很不同的那一个生活 还有决定 好像当我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 因为孩子也多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比较省一点点的话 我会跟我的老公讲 我们去 带他们去吃东西 带他们去吃东西 应该会比较便宜 但是现在事实上 便宜吗 真的不便宜 不知不觉 这样拿钱出来买买买的话 当我们吃饱 那个钱包也薄了 也空了 所以吃 真的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费用 但是我们可以讲 我不吃吗 不可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就是要找多一个水龙头 想不想 这边开一个bike 就有水流进来 那边开一个bike 就有水流进来 这个水就是 money money come 香吗 你们这样的欲望 应该不需要讲到100% 讲70% 因为还不是非常非常的香 昨天的那个 给我梦到的 所有的猪王大师们 你们还在吗 在 那么你们想不想知道 怎么样让我们能够 刚才有人想说到 睡觉都赚钱 那么 现在就是要进入这个主题 auto sales master是什么 auto了咯 就是当你在 没有任何的 用劳力去付出的时候 你的收入是 自然而然的进来 就好像这一次 我去了泰国 因为我答应我的孩子 每年我要带他们出国旅行一次 但是当我在旅行这个六天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工作 没有劳力的 但是我每一天都拿着超过1000块以上的收入 你们觉得当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旅行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很爽 然后你会非常的安心 因为我的另一半是做生意的 他如果六天旅行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一点忧 又要回去赚钱 因为当他不在的那六天 他的这一个店如果关的话 他的租金 他的员工 他的所有的费用 还是需要在走着的 所以他很羡慕我 所以羡慕到今天 他也陪我坐在了这里 所以呢 爱多美的这个收入呢 真的让他看到了什么叫自动 当你有了自动的收入 你就分分钟会有了失控的收入 那么销售大师 自动的销售大师呢 意味着你每一个星期 都会有1500块的commission佣金 OK 那么每两个星期 你就会有1650块的花红 请问有没有人每个星期 每个月拿两次花红的朋友啊 那个老板会杀掉哦 哈 我一个月要给你两次花红啊 他会杀掉自己 不是杀掉你 因为会给的很痛苦 对吗 那么呢 当你完成了 Auto Sales Master的时候呢 你的收入 会在每一个月 有7000到12000 OK 7000到12000 刚才在那个 工作的平均图表里 有没有任何一个职位 是这样的收入呢 没有 或许有 但是你要做30到50年 OK 那么呢 最后就是年收入 会超过100千 我从来没有想过 10年没有工作的 我的收入 可以超过6位数 年收入6位数 所以我的第一张 这一个 income text的 价钱哦 那个format 我都不懂是什么啦 我就先给我的另一半 叫他帮我拿去报 他看到了 他吓到 他不动声色 OK 第二年 我再叫他帮我拿去报 他开始有一点点颜色 出来了 他感觉到 我的老婆 这个是你赚的吗 他问我 第三年 他坐不住了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是被增的 爱多美的收入 是被动 也是被增 这个才是可怕 OK 那么今天 我们的 Auto Sales Master 在马来西亚 是以被增的方式 在增加着 从刚开始2017年54位 2018年的99位 到2019年的183位 你猜猜看 2020年会有多少位 我相信会超过300多位 那么你想不想 你是其中一位 想 我也很希望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其中一位 那么那个被增是1500位 那个被增是越来越厉害了 所以呢 我们完成了 Auto Sales Master 每一年都有机会 可以去到韩国考察 所以我们今年的 这一个 去到韩国考察的 这一些Auto Sales Master们呢 我看都超过了200位左右 那么 要进入了今天 怎么样让自己Auto 你们有驾过车吗 车有打车的吗 没有的啊 对咯 以前是一度二度 我考车的时候是这样吗 现在你的车是什么 有度吗 没有度哦 你是不是按一下 是Auto走的 这样给你选择 你要Auto驾 Auto走的车 还是你要 自己要打车的车 Auto哦 车都会选择Auto 那么在爱多美 要不要选择自己 成为Auto 要 那么牵马到合一 墙马迎水难 带了那么多伙伴 来到成功学院 难道每一个都是Auto吗 你就想咯 对不对啊 我也很想我的伙伴 都是Auto 所以呢 今天我有整理了小小的心得 毕竟我在爱多美经营了三年 也带动了一些伙伴 在这里也一起跑了三年 渐渐的有了一些想法 所以以上的想法 纯属巧合 如果你可以发挥起来 你肯定会做得比我们更好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以下的这些分享 那么可以给我一个掌声 来鼓励我吗 谢谢 OK 其实刚才我有想 讲到和大家 说到我们一定要和自己对话 我最近每一次起床 我都尽量不去按电话 我尽量的让自己 头脑在思考 因为我已经几年养成 一直看电话 因为我做的是什么 网络的东西 对吗 所以手机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离声的 直到我最近呢 有读了一些书 我参考了里面 这样我们怎么去改变 我们的这一些 生活习惯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一些很有 很有效 也蛮有这一个 容易做得到的一些方式 OK 大家认同我们的思想 会决定我们的这个行为 那么当你一个行为 一直在重复做的话呢 它就会养成了一个习惯 对吗 那么习惯久了过后呢 就会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所以呢 我们一开始来到爱多美 我们一定要先改变的 就是我们的mindset 思维 思想 观念 当你今天 我跟你说爱多美可以做 你讲 你可以咯 你看 你的look 你的口才 有没有这么样讲过 介绍你的人呢 有 我也是有曾经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你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 你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你还是会坐在你的家里 可能那个要的念头是一刹而过 一刹那的 一刹那的那一点点的念头 但是就过了 那么你会重复做着什么动作 在家看戏咯 就好像今天星期六 以前的我 哇难得星期六 小孩没有读书耶 我就会想着去shopping啊 还是想着在家看戏啊 那么 我就是原来的我 原来的我就是在家做了十年 如果今天 当有伙伴告诉你 爱多美这个事业 跟你分享到 哇 比手画脚 讲到 你的想法是 诶 我也可以耶 因为我不厉害 但是爱多美 有这么多厉害讲的人 我就带来给他们讲 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不一样 他告诉你 你要参加home party吗 你要去one day seminar吗 你要去成功学院吗 你会怎样 可以咯 我试一下 所以你们这一些就是 可以的那一群人 所以你们就坐在了 我们的成功学院里 对吗 那么当你坐在成功学院里 一整天听了那么多的分享 有些是 刚才有些是什么的 没有希望变成玫瑰大师 有些是告诉你 他躺着都在赚钱 他要在三年后 有怎样怎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当你听了这些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跟你的朋友的状况很相似的 你也是雇16个孩子 他也是雇16个孩子 你就会回去把这故事版本讲给他听 对吗 当你这样不断地去分享的时候 你有没有改变 有 你就会慢慢地吸引很多会员加入你 然后呢 当你拿了80块的奖金 拿了250块的奖金 拿了8000块的奖金的时候 你会改变吗 你会不一样 就好像每次人家唱的那一首歌 我们不一样 因为你的这一个慢慢变好的那一个感觉 让你越来越自信 所以呢 思想可以决定你的行为 改变了你的习惯 所以就可以让你有全新的命运 所以我有曾经跟我的伙伴说过 如果今天 那一个女孩子她是离婚了 如果她是性格导致她离婚 如果她不改变的话 请问再嫁一次会离婚吗 那个距离会高一些些 所以呢 当你如果用全新的自己来改变的话 人生就开始不一样 所以贫穷不可悲 可悲的是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贫穷 所以命好不如习惯好 好命不如好习惯 但是千万不要习惯就好 习惯习惯一下就这样了 60岁了 习惯习惯一下 就这样的觉得自己就这样一辈子了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好习惯培养出来 好吗 好 谢谢你们 你们一定可以 OK 那么今天呢 要进入了 我在所有韩国领袖 台湾领袖 我们去听的分享过程中呢 所听到的这个八个重点 这八个重点呢 不只是要做到 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之后呢 要找对那个方法 方法对了 我们一定要把它书写下来 因为人很容易忘记 有没有常常上一秒讲的话 下一秒忘记你讲过什么话 所以你写下来你可以看回 然后每天一定要看那一个 你的目标 提醒自己 因为人很容易懒惰跟散望 当你一直提醒自己看到的时候呢 你就有自己的那一个 怎样啊 原来自己不可以这样 我们会逼自己 讲难听一下 就是强迫自己去改变 然后每天做好检查 直到完成目标为止 所以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设定目标 目标重要吗 很多人进到爱多美会告诉我 ISIS 我要在爱多美赚很多钱 有些人觉得赚一百块 也是在赚这钱 有些人觉得赚一百千 才叫赚钱 那么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那么请问在座的 想要进入爱多美赚多少钱呢 你知道这个赚多少钱哦 写下来没有人跟你收费的 你有本事写的越多 你就可以拿的越多 如果当我告诉你 我可以决定 你选的越多 我能够给你越多的时候 你会不会敢敢写 有多大就选多大 对不对 那么你不要写 你要赚很多钱 你写下说 在爱多美经营三年 我要三年后的每一个月 我的收入是五十千 我要经营爱多美五年后 我的收入是 多少呢 一百千 那么当你写下了 这个明确的数字的时候呢 你不会告诉我说 ISIS 这样麻烦的 经营爱多美 又要去中心 又要去one day seminar 又要去成功学院 很累 有没有这样的伙伴 有啊 因为他只是目标 一千块而已 要做这么多东西 当然累 如果他的目标是一百千 一百千的收入 只是去中心 每个礼拜一次罢了 够嘛 只是一个月去one day seminar 一次够嘛 要去七个周嘛 只是一个月来成功学院 两天一夜啊 够嘛 要一个礼拜嘛 因为我要每一个月赚一百千耶 对吗 当你的一百千跟一千块的分别 就会让你做这不同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目标具体化 偷偷地告诉大家 当我设定了目标过后呢 我如果是设定我要买一辆Benz 我真的会带着我的老公 去到Benz的那一边 这一次 在爱多美有没有带我老公 我跟我的上线去到Benz的那个店里面 我试着 那种感觉 你知道很爽吗 我在想着有一天 我一定可以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要把这份感觉 深深地刻画在我们的脑海里 专家说 只要你重复地一直去做 45天 这一个习惯 就会成为自然 OK 那么 当你的目标有了具体化过后呢 你一定要有那个动力 那个动力要让你一想起来 你会觉得很嗨 哇 十倍送 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说 我睡不醒 但是呢 有梦想的人通常叫醒的不是闹钟 叫醒的是他心里的那一个目标 所以最近 做了爱多美过后 常常闹钟没有想 我就自动醒了 因为呢 目标一直在唤醒我 所以呢 目标的动力 要让你有那个热情 跟这一个欲望 那么 你要想一下 目标 可以带给你什么价值 当我的小孩 我带着他去 泰国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们不用六个人几一间酒店了 妈咪会煮很舒服的酒店给你 他们就很开心 然后呢 他就说 妈咪我想要去 这一个这个这个地方 但是那些地方都需要买票的 我还记得我带他去香港的时候 很多地方是不需要买票的 所以呢 当我看到他们的笑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些一些付出都很值得 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位老人家告诉我 当你成功了过后 你家里的鸡犬升天 我不明白 当时我爬头什么叫鸡犬升天呢 他说你的鸡跟狗都会比别人更有价值 所以哦 要不要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幸福 爱你的人 你爱的人 更加快乐 我们的目标 要找出那一个价值 然后要很清楚 目标有长层的 有中层的 也有短层的 那么我相信来到爱多美 每一个人的长层目标 是想成为尊王大师 对不对 那么想成为尊王大师 最先要达成的就是 销售大师 对吗 那么要达成销售大师 有没有销售大师之前的 这个短层的目标呢 有啊 你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改变 一定要不断地行动 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短层 中层跟长层的目标写下来 那么我还自一的 21岁的我呢 曾经从事过三年的传销 那么在那家传销公司里面 我就已经学会了设定目标 所以呢 当我从事了爱多美 爱多美有一本 蓝色的 我们讲无字增书 我就想回了我以前的 那一个目标 我曾经做过的 我就回家挖挖挖 挖了出来过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22岁 我的这一个目标 我的22岁的目标呢 坦白说 没有现在那么伟大 会比较肤浅一点 然后呢 我们就一直找magazine啊 找找找 就剪在马尼那卡 因为我们的老板 没有像Mr. Park这样 给我们一本这么棒的书 所以我就把它贴贴贴贴 贴我要什么我就贴 然后你知道吗 有一个伙伴 他跟我讲 Isses我一定要住进这里 我看一下 他贴了 他要住进校恩园 你们知道校恩园是什么地方吗 我讲这个不用贴 我们迟早都会去的 因为他不是读华文书的人 他是读英文书的人 所以你看目标会不会做错 如果没有人在旁边 盖你的话 会嘛 对不对 但是当我拿这一个 以前22岁的目标 这一个书出来看的时候 我发现30岁的我 已经跟我的目标 接近了80% 所以目标对于我来讲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很爱唱歌 我妈妈也很爱唱歌 所以我就有了一个Cat TV Room 因为我小时候 曾经我们的家被大火烧掉了 然后我们一家六口 就挤在一间小房间里面吃饭 然后做功课 然后没有得看电视 我也自己在以前的 陪着家工作的时候 十年的时间 我们一家六口 住在两间房间里面 那么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让我的小孩 有自己个人的房间 有他们独立的空间 所以呢 当我们真的 有一直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的身边的人 都会帮我们设定目标 所以你知道吗 我的孩子告诉我 妈咪 我觉得五年后 你的目标可以买Banglo 不是我去设定 是我的孩子来帮我设定 当他们告诉我这样的时候 我会很开心 因为他们在肯定我了 对吗 所以呢 当我们设定了目标过后呢 我们要下定 决心 很多人跟我讲 我要做爱多美 三个月后他不见了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因为他的决心 下了过后呢 不够长久 那么下定决心 不是问 Isis 你叫我这么做 爱多美可以给我什么 其实你要问 在爱多美 你可以付出什么先 当你可以付出什么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了什么 所以我记得以前呢 孩子去读书 我就是喝茶 龙头发 龙指甲 然后呢 跟我一般一样是 吸来的朋友一起去 常常庆祝喝下午茶 当我加入了爱多美 过后 我真的改变了我完全 颠覆了我以前的生活 我没有再去这样过着 我就一直缠着一般 一直在讲生意 讲改变 讲成功的朋友 我断了我以前的那一个路 我走着新的桥 那么当我们下了决定的时候 我们的决心一定要 常常跟同一个目标 有一起这样的 我们讲同道中人 常常在一起 凝聚那个力量 让我们的那一个坚定 可以越来越强 我相信当你一直走 有些人会常常的 火越来越小 所以找对人 找到对的磁场 我们不要放弃 然后呢 不被看好 被拒绝 是非常的正常 不可能 当你要做爱多美 你的朋友会跟你讲说 你做爱多美 我支持你 你一定会成功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我还没有遇到 我很想遇到 所以你要知道 当你今天 在成功的路上 我很喜欢这张图 你看到这张图 你要成功 路上有多少的 阻力 障碍 有些甚至是 你最亲的人 对吗 我们一定要跨越他们 不是要让他们 肯定我们 而是你要做出 让他们肯定的事情 所以呢 当你有了决定 你一定要列名单 这个列名单 我看过一个朋友 一个伙伴 当他真正的 用两个小时 列了名单过后 他在两个月后 他完成了销售大师 为什么我要拿他来讲 因为开始他告诉我 他没有朋友的 那么列名单的重要性呢 因为名单 是你的财富 人脉 就是钱脉 所以呢 不要做算命师 哎呀 这个不能的 那个不能的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单 写下来 怎么写呢 怎么列出大的名单呢 OK 可能我的字不美 这个呢 就是同婚 同婚就不是说 你以前结婚 现在又在结婚 可能就是你的老婆 或者你老公的身边的人 然后呢 同会 有没有什么同学 什么私子会啊 还是什么那些 公会公会啊 的这一些伙伴 那么呢 我们再来的就是 我们的同样的喜好的朋友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讲 这一个叫 就是我们的 阿公的兄弟姐妹 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 或者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 然后呢 同区的 OK 同乡的 然后这里呢 就是同学 OK 同事 再来的就是我们的 同行 或者我们的同业 OK 那么 当你有的这九个格出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格如果给你十个朋友 这里已经有九十个人脉 如果一个家庭 不止一个人哦 他还有六个到十二个的倍增 所以 请问列出250个名单会难吗 真的不难 是我们有没有坐下心来去 列而已 那么再来就是 列了名单 我们把它分门别类 我通常会把它分成 要健康 要美丽 要赚钱 OK 那么我也会列为 比较重要 需要掀去找的 或者呢 就有些是 当我们有大日子 才遇到的 所以新年要到了 请问你们会遇到多朋友吗 如果没有一个名单 你不会有目标 不会有方向 飞机那么大 船那么大 都要有指引灯 难道我们那么小 不需要有一个 这一个名单 让我们去 知道每一天 我们要去找谁吗 所以列名单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 像我关了十年 没有人脉 那么就可以去建立人脉 扩展朋友圈 所以我很喜欢坐飞机 坐在不认识的人 隔壁 因为在飞机上 绑着那个安全带 它是走不开的 然后我就会跟他 笑一下 那么呢 我告诉你 我就会在飞机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慢慢地 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不想跟我 做朋友都不行 因为他没有得走 对不对 所以人脉是自己扩展的 其实 熟悉的朋友有限 不熟悉的朋友无限 人脉可以增加 就是我们不断地去 不同的商店购物 跟这些老板 打好关系 你也可以有 陌生人的人脉 OK 那么到我们列了名单过后呢 我们要做邀约 邀约他去 Home Party 看看我们的产品 Try我们的产品 去中心 去SA 或者去ODS 那么怎么邀约 其实这个很难 讲邀约两个字很容易 很多人跟我说 我的号码打了过后呢 但是我的这一个 青色的要打出去 我不敢按 因为我不懂要怎么做 其实当我们邀约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太过不自然 我们以平常心 有一个大师分享的 我觉得不错 他要找Jenny 他打去 他叫他 Ivy 你的东西到了 我帮你带过的东西 我要怎么交给你 那个人讲 我是Jenny 因为你很久没有见Jenny 不好意思冒冒然打给他 对不对 那么你就这样打的话 会尴尬吗 哎呀 我打错了 你好吗 最近 很久没有联络你 那么这个尴尬就化解成 很自然了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邀约了过后呢 怎么确定时间跟地点 我通常不会给人家去选择太多 我会问他 你是周末得空还是周日得空 你的时间是早上得空还是晚上得空 那么我很喜欢约人家吃饭 通常我约人家吃饭 他不会问我说 你约我吃饭周末 我都没有吃饭的 有可能吗 没有对不对 吃饭是最好的借口 那么做好准备 把你以前不美的照片 或者身边的见证呢 收在一个电话的album里面 当我们谈到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收给他们看 我们的工具要准备好 还有一个最大的工具 就是自己 就好像今天我要上台来见你们 昨天两点多我还在敷面膜 为什么 我要给你们最好的印象 所以呢 见人之前印象重要吗 很重要 那么在成功的路上呢 我们 因为时间的关系 要快一点点了 那么破冰呢 就是不要一直到 你知道爱多美吗 爱多美很好嘞 你的朋友会跑 我们要慢慢的去 跟他拉近关系 可能第一次没有讲到爱多美 没有关系 我们留着第二次跟第三次 然后呢 事后真的不成功 我们就要做检讨 为什么今天这一次的见面 没有达到我要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成功的路上 会有眼泪 会有委屈 我们要把它收纳起来 因为那将会是 你成功后的一个故事 OK 那么 邀越了过后呢 我们就要做的 就是事业的说明 事业的说明 就是我们要学会的 怎么样的去分享 你不要听了 Marketing 我听过了 我懂了 我告诉你 我听了20多次的Marketing 我回去跟我老公讲 我老公讲 这个生意不能做 因为我听你这样讲 我都觉得很乱 我真的是受伤 因为我真的听了20多次 因为当你听 并不代表你会讲得好 那么我们当 带伙伴来这些地方的时候 One Day Seminar也好 成功学院也好 我们要陪同 不要讲你进去咯 我在外面 可能拍照啊 打卡之类 因为我告诉你 那种感觉 第一次来到成功学院 One Day Seminar 很陌生 很怕 你不懂厕所在哪里 你不懂 这个地方的那种熟悉感 我们要陪同伙伴进来 然后呢 多用 多学 多讲 多做 不要说这个讲师 听他讲 我听过了 那个讲师 我比较要听 因为呢 当你没有办法 像那个讲师 说得那么好的时候呢 他都是还有你学习的地方 那么再来就是 成功系统的重要性 带伙伴来成功学院 你一定要提前 去跟他说 下个星期就是了 三天前 你要提醒他 要记得带围巾 带cabble等等的 这一些温馨提醒 所以呢 我们要 我们一定要去中心 要去我们的这一个 187家的中心掌那边 讨一些成功的经验 然后我们要去 one day seminar 也要去 我们的成功学院 所以呢 成功学院的 倍数 会让你伙伴更有信心 那么 今天 我们已经 让你的伙伴 加入了过后 做到最好的东西 就是 follow up 有没有follow up 你的顾客 卖了就 屁股拍拍一下 耶 我有一个member 进来消费了 你觉得会长久吗 我永远接的 follow up 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我的会员 一加入的时候呢 我会在他的手机 install 爱多美的apps 或者website 我亲自会帮他 做这个动作 教他log in 然后把这一个apps 放在他最 看到的第一面的 这个角落里 让他常常可以接触到 然后呢 很多人 卖东西的时候呢 都会品质着 我要分数 我要赚钱 其实不要一直 叫人家active 十千分而已 因为爱多美的产品 active十千分 你觉得 他有感受到 什么产品吗 根本 没有感受到 什么产品 我们不是要 叫伙伴active十千分 我们要让他 用到好品质的产品 所以呢 五颗星的酒店 你很喜欢 那么你要不要 成为五颗星的服务 我们要有信心 有爱心 有平常心 有同理心 还有感恩的心 来服务我们的 这些会员 所以没有 卖不出的货 只有卖不到的人 OK 那么当你 让他成为了 你的会员的过后呢 你是不是觉得 他一定会成功了 不用带了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啊 我也很想 其实真正的 我们需要慢慢的 陪同作业 亲力亲为的 让伙伴 牵着他的手 一起来改变跟成长 所以这张图 大家懂得 那个意思吗 爱多美的路上 就是你牵着我的手 我牵着你的手 慢慢的一起走过 那一些 我们不知道 会不会成功的路 但是走到最后 一定会成功 所以复制 不是今天 我买一棵树 再种一棵树 再改旁边 而是我把这个种子 放了下去 我要浇花 我要浇水 棺盖 让它成长 跟我一样 所以我们做领袖 一定要做好榜样 不要像我有些伙伴会讲 我帮你做了一场 Home Party了 你自己做这些 Home Party Set 你拿去了 有没有这样的伙伴 其实是有的 其实我会 在一两个月的时间 陪同他的 不断地去做 才慢慢的让他成长 所以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 你是专家 重复的事情 用心做 你是赢家 我们就是 输在 不能重复做 很多人告诉我 重复很险 其实没有所谓的 险不险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告诉我 Auto很难 那么你有没有做到 自己Auto买产品来用 出什么新产品 你就买 或者去中心 试用一下 有没有Auto习 Auto做 Auto讲 如果你真的 这样Auto都有做到 你不Auto都难 你们认同吗 那么 今天成功 离你只有1%而已 为什么我们不要Auto呢 赶赶来Auto一次 试看看好不好 OK 2019年要结束了 剩下10天 这10天 其实 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只要你相信 那么回顾这一年 你的收获 你所设定的目标 你完成了吗 你的梦想 离你是越来越远 还是越来越近 三年前的选择 就是今天的你 那么今天 你的选择 会有三年后 不一样的你 所以ISIS 我在这里 就是一个版本 三年前的我 是一个很普通 平凡的 不能平凡的 家庭主妇 那么三年后的我 可以在台上 和大家分享 这个改变 是爱多美 给我们的 遇到了一个 对的平台 一个真上美的事业 是我们的福气 真正的 你的选择 会决定你的孩子 是坐在哪里 以前那一辆车 在这四个小孩 他们常常吵架 你踢到我了 你压到我了 这样的情况 我就会生气 就会骂他们 有车座 你还要这样吵 你觉得这样的 家庭氛围会幸福吗 老公会觉得 我一直每天 在骂小孩 对吗 那么 当我们今天的选择 可以改变 父母的晚年的时候 你想做吗 不要等到 父母告诉你 爸爸要动手 收但是没有钱 我们才来讲 做么我们不要改变 我们还一直在 沿地踏步 新年要回家了 希望这十天的时间 如果你努力的去做 一天拿一个250块的对碰 你回家 十天内 你可以给你的父母 2500块的红包钱 好吗 好 那么 最后 坚持送给大家 坚持这个字 看到吗 一把刀 一直在做 把泥土挖松 把我们要的目标 坚持到底 成功不难 难的是 一下子 但是不成功很难 因为 难的是 一辈子 所以在这里 最后 我希望 爱多美的 每一位家人 坚持到现在的每一位 未来的中王大师们 我们一起 坚持 坚持一下下 坚持到 我们成功为止 好不好 好 最后 祝福大家在爱多美 2020年完成你的目标 我们一起牵手 在爱多美的 成功大道上 一起走向最高峰 谢谢大家